台湾核能发电的存废议题 前阵子引起各界不同的声音 也让社会开始思考替代能源的必要性 这两天总统马英九率领了行政院长江仪化等府院高层展开能源之旅 还大阵仗地邀请了媒体主管参访国内主要的各项发电设施 说明目前的电力结构以及能源政策走向 谈未来能源供需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 政府对核能存废又抱持什么样的立场 今天编辑台时间就为大家深入解析 邀请到联合报政治组的记者 王光辞一起来谈谈 光辞你好 主播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其实我们这次看到马总统可以说是大阵仗 还特别带着媒体的主管一起前往来参访 而且我们特别看到就是说 在这里面他们场内可能感觉 座谈非常的安定 但是到了场外却有一些零星的冲突 是不是说显示台湾社会其实对于永和跟反核 还是有不同的立场 你怎么看 是啊 就是其实马总统这一趟能源之旅 他这个是这个他这一趟的这个规划 其实就是因为年初那个核四说要公投以后 那府院这边他们就开始计划说要有一个去核四的参访 其实一开始最早就是说要去核四 但是后来刑事院长江一华那边 然后还有立法院也有记者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部会 都陆陆续续带媒体去核四场看过了 然后就变成是总统 因为总统你知道他每次一出去 阵仗就要很大 那个特勤啊 然后官员陪同啊什么什么 所以他的时间往后延之后 就变成是他如果只是去看核能厂的话 就显得有点太不够 所以后来他们府院那边就规划说 那就干脆把它变成是一个能源之旅 因为他们在论述这个核四要不要兴建的时候 他们也是把整个能源政策放在一起讨论 所以就从520那一天 本来520那天要去看风力发电厂 然后就因为那天有豪雨特报来袭 所以就延了一个礼拜 然后风力发电再来就是昨天跟今天 是两天媒体主管一起的能源之旅 但是你看其实我们就是 不管是电视的媒体 或者是平面的媒体 都是在做这个很 很多很完整的一些报道跟宣传 好那有没有达到他们府院 他们想要的目的 可能有一点因为他们希望 就是让社会大众知道 注意到这件事情 可是今天下午还是有很多人在 共聊的核四场外面抗议 那这些人其实马总统在 不久以前才接见过他们 在总统府也有一个座谈会 那今天带头的这个人 他其实跟马总统那一天接见的时候 还当面给他一个诊情书 然后希望马总统可以怎么样这样 那总统那时候也说没问题我会看 然后我会请台电邀请你们去 到现场去 那那个时候当场那个气氛是很热络 结果今天这个人他在现场 他也是为了拿这件事情出来 痛骂马总统 说马总统不守信诺 说要带我们去 结果今天没有邀请我们 所以你看其实我觉得这个立场 是很难借由这种两天一夜的行程 去化解那个歧义的 好